觀眾朋友您是奶茶控嗎 這是去年吸引將近七萬人 參加的台北首謠市集 奶茶嘉年華 這今年又華麗回歸了 週末兩天呢 在台北統一時代百會盛大登場 現場聚集十四間首謠飲攤位 讓大家奶茶喝到滿足 冰涼奶茶濃醇香甜風味 讓人一口接一口停不下手 週末午後人潮爆滿 這裡是奶茶嘉年華 睽違一年再度舉辦 以奶茶乾杯為主題 聚集十四間奶茶手搖飲 整容超豪華 而主辦也特別推出奶茶乾杯杯 只要十元同板架 就能品嘗各家經典風味 除了飲品 更有超過二十個現實甜點攤商 包你一次滿足 黑糖珍珠鮮奶茶 用鮮奶去調的鮮奶茶這樣子 就是縫奶茶街做的 我們用那個黑米球來仿造珍珠 然後我們上面用的是燕麥奶的奶霜 就很像我們的奶茶的奶蓋 手搖飲是台灣的一個很重要的特色文化 我們有包含從嘉義來的 然後也有一些新創的品牌 或是像YouTuber開的 同一時代百貨推市集 吸引民眾喝手搖吃好料 而同樣熱度超高的還有這裡 擁有滿滿異國元素和沙漠風情 彷彿來到阿拉丁神燈童話故事的場景 但這裡其實是台北市信義區 貴富百貨的中庭 佈置摩毯 駱駝以及特色帳篷 百貨公司搖身一遍滿滿抑鬱風情 除了大朋友帶小朋友 情侶約會也來打卡 更有不少民眾特地cosplay成來 平常就會玩一些就是裝扮啊 然後就是抑鬱風的和 而高雄夢時代也推出戶外粉紅派對 除了蔬食主題的市集 更有瑜伽拳擊等活動 要讓民眾吃的健康也舒緩身心 中秋連假即將來到 百貨公司活動半不停 拼人氣也拼商機 記者王一廷和仁凱 台北採訪報導 小燈 阿爾 李が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